台北最正點 一起follow台北最好玩的 流行新鮮室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帥個胡椒 帥個胡椒 快帥個胡椒 生活不就是那樣 煩腸不煩腰 帥個胡椒 帥個胡椒 也帥就好不有剩笑 這都帥不知道 嘴嘴嘴嘴嘴 哈囉大家好我是宜君 嗨我是CCFoodie嘉昌 這裡是台北廣播電台分 九三點一hashtag台北最正點 嘉昌老師 你今天美味無極限 真的是無極限欸 啊真的今天就是仙氣 充滿了我們整個錄音室 除了宜君之外 欸有另外一個更仙的仙女來了 啊宜君個人是覺得 怎麼會就是有這種機會啊 嘉昌老師邀請到如此之鮮的一位女神來 是是是是 是我們主持播報圈的超級明星欸 對啊曾經 而且是那個沒有是這樣子 現在呢大家心中她還是播報女神 而且還多了甜點女神的封號 到底是哪位呢 就是我們的Gladys李婉如 哈囉 大家好我是婉如 好久不見 第一次在廣播跟大家相見 對 有聲音 應該很多人都是每天很期待 看她播報新聞欸 我是只看氣象 醜一我沒播過氣象 醜一醜一 我是播國際新聞 還有晚上新聞的時段 真的 超專業的 已經好興奮 今天可以見到婉如兒 看偶像的心情這樣子 對我們應該是互相很興奮 因為都只有聽宜君的聲音 在廣播裡總算見到本人 也是美女一個 耶 而且我們今天好開心喔 嘉昌老師 你有沒有這個跟Gladys婉如啊 一起在她的居樂堂甜褲裡面 我們還曾經有很多商業上的合作 像我們在澳門 在去年的亞洲五十大 的這個頒獎典禮 宜君記得我們做了很多專題 對 關於這個節目 對 那個時候婉如就正好也在澳門做這個相關的專題 那我也曾經是她的受訪者 然後婉如在專業上的成就跟努力 這個就是有目共睹 對啊 不用多提的 但就像宜君剛剛提醒所有的聽眾朋友 現在這位美女主播也跨界 不光是長的甜 她也讓大家可以吃甜甜了 對 對我今年成立了一個新的甜點品牌 叫做居樂堂 對 就在建國花室那邊 而且很多少女很愛 對啊 因為我們主打就是花店甜點店的一個複合式空間 所以很多我們的客人就會到店裡來買一個蛋糕 順便帶一束花回去 或甚至有時候是買一束花 然後就加購甜點 充滿粉紅泡泡的地方 是 宜君個人超喜歡這種粉紅泡泡的地方 對 剛好少女都很喜歡在這樣子的氛圍有沒有 對 放鬆 而且其實我們觀察到一個重點 反而是很多 男朋友啊 老公啊 那種 他們其實反而會光顧我們的店 男生怕麻煩 但他來我們店就一次滿足 家昌老師 是不是 突然間一序之間 有沒有惑然開了 所有在聽我們廣播節目的男性聽眾朋友們 我們解決大家的問題 如果你原本只是想說買個甜點 好像東西有點少 有點小 此時加一束花 完美 東市買駿馬 西市買鞍間 然後跑來跑去 搞不清楚 到俱樂堂 就可以搞定 讓心愛的人開心的 所有小撇步 對 一個combo package 超划算 去一個地方完成所有的事情 對啊 我們曾經有客人 他是一個老外 然後他來台北就是探訪他的女朋友 然後他那天就要搭飛機回德國 他就直接先來我們這邊訂了他女朋友 一個月後的生日蛋糕 然後外加花束 然後就非常仔細的就是 嘱咐我們說一定要在哪天 哪個時段送花和蛋糕 一起到他的女朋友的公司 太聰明了 他完全就說交給你們就放心了 因為我不用找兩個廠商 兩個店家 好聰明 對啊 真的 難怪有一些少女呢 在IG上面也是非常的喜歡 超支持Gladys玩儒 阿怡君個人是覺得 想到這種就是少女的地方 就會覺得很放鬆 很放鬆就會覺得 連結到一個小動物啊 樹懶 對啊 動物園 樹懶寶寶 樹懶寶寶很可愛 嘉嘉老師喜歡樹懶寶寶嗎 當然啦 因為他就是一個我們 下輩子希望可以投胎的動物 對 是一個電影樹裡面的那個 對對對 動物園上面那個 動作特別慢 超慢 對對對 可是你知道他有的時候會動作變超快 如果他遇到危險的時候 或他生氣的時候會很快 所以如果有去動物園看他的時候 不能因為他靠很近就伸手去摸他唷 他一天要睡幾小時 很久 15到18小時 總共也才24小時一天而已 他要睡這麼久 真的 很有人羨慕齁 對啊 可是這是他的特性啦 是這樣子 而且現在有一個 樹懶寶寶 他是第七個寶寶 現在也很 今年4月才出生的 對 那他很健康 最近才做完健康檢查 在穿山甲館喔 就是今年的那一個 穿山甲型的建築物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去看一下樹懶寶寶 感受一下那種很放鬆的生活風格 那我們今天就期待跟大家 好好的來分享一下 You're glad this 女神 萬如帶來我們的俱樂堂甜褲 跟大家做分享 這是台北廣播電台 FM93.1 Hashtag台北 最正點 玩 在台北 吃 在台北 愛 在台北 讓怡君 和CC Foodie 帶大家 美味無極限 哈囉大家好我是宜君 嗨我是CC Foodie 加昌 這裡是台北廣播電台 FM93.1 Hashtag台北 最正點 今天的美味無極限 邀請到的是 宛如女神 哈囉大家好我是宛如 Gladys 就是我們心目中超愛的女主播 美女主播 沒錯 也是我們甜品大師喔 真的 現在跟大家創造了一個很美的複合式 花店甜點空間 叫做 居樂堂 oh yeah 為什麼要叫居樂堂 對為什麼叫居樂堂 對好多人都問我 其實仔細 端詳我的英文名字 Gladys 就會把它翻成中文 就是一個G開頭 其實我真的要說 那是有一天晚上我睡不著 因為那個時候準備要創品牌的時候 經常會有很多煩惱 然後我就在那邊想說 到底中文要叫什麼 因為當初英文名字先取好了 叫做Glaze House 然後我就在那邊想說 那居樂 就是G-L-A-D-Y-S 是我的英文名字 然後我就後來想說 其實G-L-A-D-Y-S 也是一個安G-L-A-D-Y-E的感覺 是是是 那我覺得比較不一樣 是我第三個那個糖 是糖口的糖 糖口的糖 對 然後它的意思是 因為我當時想說 雖然我是賣比較像是 西點法式甜點的產品 對 可是我也希望未來有交易日 也許是一點有日式風啊 中式風啊 的那種 難怪 然後我就把它叫做居樂糖 後來我才發現 現在好多手搖引都叫做 什麼什麼糖 什麼什麼糖 而且就是我這個糖 但是一個巧合啦 嘿 然後你想說 我本來也想發現圖片 大家都分享 超級少女西式甜點 對 然後名字有一點像和風 會開三味仙的感覺 對 對 很像會賣和果子的店這樣子 對 那時候我就是有先想到說 初期我們會賣西點 但是未來也許會有不一樣的 有新的產品 對 不一樣的產品 可是很搭 你看美女做甜點 是 多搭配啊 怡君從來沒有 怡君從來沒有成功過 很好玩耶很紓壓 我也很想試試看耶 對 其實我就是當時 我一直在電視台播報新聞的時候 負責的比較是晚上的時段 是 那我不是一個會睡到 什麼中午啊下午的人 對 那我就想說那我必須要找一個事情 白天的時候可以做 然後就去學 紅焙 紅焙 對 就上了十幾堂課 後來就發現 其實還算是蠻有天分的 然後再做蛋糕的那個技巧啊 老師講一次 因為是小班制的上課 對 所以我覺得學習得很扎實 然後就決定投入這一款 超愛的 對啊 嘉聰老師有沒有玩過烘焙 我個人覺得烘焙這個東西 就是需要有一點 這個對於麵粉 水 要有感情 有感情這樣子 對 因為同樣東西不同能做出來 口味都不同 長相當然是不一樣 對 對 那這個我本來覺得 因為格爾迪斯認真 就在這個播報的專頁上 這個是大家都看得到 有目共睹這樣 對啊 那最有趣的是 他現在後來要做甜點 我們其實一開始都是半信半疑 大家是不是都抱持著覺得他一定是玩玩的心情 對 對我就是不服輸 結果沒想到是越做越好 很厲害 對然後我每次跟婉如如果有機會碰到都會吃到他親手帶給我們的小點心 對前陣子中秋節我是做月餅還有鳳梨酥 然後很驚豔 就越來越好吃 而且口味都在精進 那當然因為我們沒有那種少女心啊 那種外觀的夢幻啊 對我們來講可能是第二考量 最首先想的就是口味 太好吃了 來來請問一下我們現場唯一的男士 是的 你確定你看到甜點就是很漂亮的那一剎那不會 也會 但是重點還是要入口之後 然後像我們在錄音前我硬是吃了他今天帶來的甜點 因為太受不了太想吃了對不對 而且真的是太好吃了 台北錄我們店的招牌 對 你知道因為我會這樣問一些有些男生 他會嚮往說女朋友會手做甜點 對然後有些女朋友實在做的 就是可能不一定像去俱樂堂這樣子的品質 然後就會想說男生應該會很期待啊這樣子 或許改天我們這複合式花店 有沒有可能帶著一些想要嘗試的女朋友們做一下 可以有些課程也可以開發 對啊 對所以其實就像加上老師這種專業的Foodie 他其實會很在意這種口感嘛 對 然後品質食材的用料等等 所以那個時候一開始我剛接觸烘焙 然後在網路上分享在Facebook上面分享的時候 就很多人一開始都會哇很厲害什麼的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大家會不會覺得我只是玩玩 因為前一陣子非常流行手作風 對 大量的那種烘焙自己做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就發現這樣不行 我其實是認真想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去考了那個賓基執照 但那個時候其實也還沒有想說開店 就只是覺得好像是一個里程碑 好像就是證明了一些事情 對對 然後直到今年初的時候 然後我們花店的partner就一起討論說 其實他的那個空間很適合有內容區 那當然外帶區也是我們的主打 所以我們就決定好 那就一起在那個空間裡打造一個花店甜點店 超棒的 其實怡君個人看見網路我都覺得沒有違和感 因為我覺得就是 做甜點這件事嗎 對就是有一些女生的氣質 她做甜點就是覺得很可以 我覺得她連賣滷肉飯應該都很適合 這種女生就是做什麼大家都會說 可以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光想像居樂糖 大家就可以講 你看充滿了花的漂亮 對 花香喔 現在還有烘焙香 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進去那裡面會有多幸福 但就像剛剛婉儒還有怡君講的 我這個人就是比較嚴格 漂亮的東西我看多了 會喜歡 我告訴你好吃 會是最後的關鍵 抓住你的胃 回頭客絕對是因為你東西好吃 對啊 你東西漂亮是一開始 可能大家會拍照 對 就像怡君提到 我一開始會心發怒發 嗯嗯嗯嗯 但到最後 東西好不好吃 吃下口內叉啦 就決定了 她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再回來買的客人 真的 沒錯沒錯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非常害怕那種花而不食的甜點 嗯 就是好多東西可能是打卡的產品 熱點 熱點 對熱點 然後很美 可是比如說色素啊或者是形狀什麼的也是我自己會很害怕的 對 對 怕就是說那個 這個image太讓大家印象深刻了以後 反而會忽略了它本來很好吃這件事情 對 對 對 好像就比較可惜了 不過已經當時有關注到就是說 很用心啊 店裡面除了甜點以外也有一些茶耶 嗯 那個品質很高的一些什麼花柴呀 裝園紅茶 對我們特別都是選 嗯 有一個廠商她是每一年都會自己到印度去找莊園的紅茶 我們也就只賣紅茶 那 像我們那時候在跟她聊的時候我就把我所有甜點端出來 譬如說可能是原味檸檬口味的戚風 比較清雅的 嗯 那就會配大吉林紅茶 嗯 那如果是像巧克力布朗尼那種口味比較重一點 重的 相對甜一點的 就可以配西蘭或是其他的不同莊園品種的紅茶 搭配起來口味 對搭配起來其實 就像是我們現在如果去一些Fight Dining餐廳 我們會用Y Pairing 甚至現在很流行的Tea Pairing 對 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它希望會把你原有的食材的食物再帶出來 哇 而不是會互相重圖 好棒耶 對 所以其實像我們店內的 我們就比較主打是如果她到店內用餐 我們希望她是一起點紅茶跟甜點 而不是單獨 因為我們會覺得這是我們嘗試過的Pairing 是可以套在一起的 一個Set 對一個Set 對 嘉昌老師你自己最喜歡的是什麼樣甜點搭配什麼樣的茶 呃我個人就像剛剛Gradys剛提到的 因為不同的甜點風味適合不同的茶 往往在很多店裡面是 哇你就會覺得 欸好不容易吃到這麼好吃的甜點 可是茶的搭配就有差 就比較怪 對 但是她就花了心思去找出這樣的一個組合 嗯 那我個人是喝咖啡比較多 哦喜歡配咖啡 對 我們也有單品咖啡 很好的單品咖啡 所以非常適合大家在現場 就像我們剛剛露營前吃的那個可麗露 對 上面那是草莓 草莓 草莓巧克力 我的天啊我覺得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可以有這樣的組合 搭配對不對 真的 然後吃下去 現在那個草莓的甜跟香還在我的嘴巴裡 很喜歡 然後那個可麗露 你是有刻意讓它維持一個比較 我們的可麗露有兩種吃法 像剛才我們拿到的這個是比較有點冰冰的口感 它就是我們前一天烤完之後會進冷凍庫 那當天要客人來拿的時候 它的口感就會有點像冰淇淋 那外殼還是會稍微有一點脆感 可是相較於直接當天烘焙出來 是完全是外表酥脆脆殼的 口感就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當天是那種熱的 然後脆殼裡頭是很像很柔軟的 然後羽絕什麼的 有點QQ的感覺 QQ感覺 所以這兩種吃法其實各有愛好者 我覺得想表達這個 可是我想要請教主要帶來 我們這個專家在這裡 請問Gleybs如果是那個可麗露 那搭配什麼樣的音樂 大家會推薦喜歡的 如果是像可麗露的話 我們就會推薦在店內用的話 是可以配喜能紅茶 或者是我們的單品手沖咖啡 我們會多半用肯亞的 或者是中美洲的一些豆子 味道比较大 之前用过萨尔瓦朵 红度拉斯的豆子 对味道就会比较大 手冲的单品 果香很 对对对果香的 然后相对 因为可力路我觉得 我自己很喜欢是 它入口之后 会有点回甘的那种甜 对 那它那个甜 其实当你在喝 比如说单品咖啡 或者是比较 淡雅一点的红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的甜是可以持续在口中 然后融合在一起 对 就会感觉 更不一样的滋味 对 很喜欢那种 嘴巴闭起来之后 口腔里面有一个香气的感觉 真的 那是什么感觉 那不知道怎么称呼 应该就是回甘 那种 对 因为最重要的是 食材的好坏 这个时候就见真章 选的奶油 选的面粉 选的糖 然后烹焙的过程 当然很重要 但是食材 最后就是会在你口腔 呈现最真实的味道 余波荡漾的那种 就是好的食材 这就是格尔迪斯 很坚持的地方 选最好的东西 对 推荐给大家 没错没错 让大家持家留下 暖暖的 要送给大家的歌曲 来自 玉可为的好声音 这首歌叫 暖心 希望大家会喜欢咯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Liv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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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就三点一就是要听 就是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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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听听听 台北广播电台 Hallow 大家好 我是EG Hi 我是CCFoodie 加昌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Hashtag台北 最正点 今天的美味无极限 邀请到的是 我们居乐堂甜铺的 创办人 李婉如 大家好 你好 我们上一段聊了 好多甜点 跟最招牌的可丽露 其实还有很多 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要先跟各位预告一下 因为再来时序就进入 11月有感恩节啦 12月有 圣诞节 然后跨年 我跟各位讲 要定要快 为什么呢 这么好吃的甜点 年底的旺季 烤箱就一个 碗炉就一个 能做的东西 就这么多 我跟各位讲 我今天吃完 她的甜点之后 又再次的确认了 她的手艺精进啊 这里一定要大家好好的 来把握这个机会 对 其实透露一下 我们已经开始想 明年就是是鼠年 老鼠 所以我们已经开始想说 农历春节的 半熟礼 然后还有我们的礼盒 要怎么推 我们都开始构思 因为从西式的甜点 起家嘛 一开始 然后慢慢的 因为我觉得烘焙 就万变不离其中啊 选好的食材 然后手艺 然后把这些设备的 这个状况调到最好 然后开朗快乐的心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相信每一个 客人吃了之后 很正面的反馈 绝对是你继续向前的 一个很大的力量 说得太好了 想要请教一下 乖的是 店里面唯一一位 烘焙师吗 我们还有其他两位 哦 会搭配 对 一起 一起烘焙烘烤 但是在产品发想 还有我们实际上 在操作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们一起 哦 三位一起的 宜君哥是有看到 很多网络上面 很多朋友在讨论啊 比如说像宜君 个人印象很深刻 是那个布朗尼的 杯子蛋糕 它看起来就很特别 看起来有一点像是 小盆栽的样子 很Q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 我们的布朗尼 是可以课定制 上头加一些挤花 是我到韩国学的一个 豆沙挤花的手法 一个技术 所以其实布朗尼 烤出来杯子蛋糕 就很像是那个 土壤的小盆栽嘛 对 那上面我们就 都完全是我亲手挤的 那个豆沙 我就是找台北 在淡水那边 有一个非常老字号的品牌 他们提供的 特制减糖白豆沙 那尤其是这一款 其实非常受长辈欢迎 因为其实我们中式的 一些甜点 比如说很早期 大家吃什么松糕 比较外神口味的 或者是台式的那种米菇 米菇 都是有甜豆沙在里面嘛 可是我们这个杯子蛋糕 花杯布朗尼的话 它是豆沙挤在上面 然后底下是 就是布朗尼 巧克力口味的甜点 所以反而很多长辈 一开始我们会担心 大家会不会觉得 甜啊或什么 其实不会 他们会觉得 好像有点熟悉 又有点新奇 就原来是因为有豆沙 然后又有甜点这样子 对 它的口味中西合璧的感觉 对 有些人会想象 那个杯子蛋糕上面那一坨 有没有 就是可能是那个 或者是加一些 很甜的糖霜之类的 奶油这样子 可是呢 现在加的是豆沙 给它有一点口味以外 好像还多了一点 健康的元素在一起 所以之前像母亲节 我就会挤康乃兴 然后如果像有一些男生 他们想要订给另一半的话 也许就挤个玫瑰啊 或是他喜欢的花 很有那个情调的感觉 我觉得Gladys用心很多都彰显在一些细节上 像我很喜欢他们的肺男雪 他现在做栗子形状的肺男雪 对对对 因为现在秋天就是栗子的季节嘛 对 他做出的是栗子形状的肺男雪 甜点 这个美味依旧 但是这个外观的形状 在你一拿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哇 真可爱 超级精英 因为传统上的肺男雪 它是 贝壳 它是长形金砖 长形 金砖 金砖 对 它就是类似华尔街金铜 对对对对 他们就是笑茬拿一下 然后长形不沾手这样 是 那我就特别把它做成栗子形状 然后如果有人课定 想要把内容物也加装栗子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填进去 说到客制化 宜俊道社看到很多人 在讨论这间店的时候 很喜欢客制化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 就是过生日的时候 有不一样的 就是很特别的 然后一句就发现 Gladys的客制化蛋糕 真的超酷 要请家山老师 分享一下几个特别的 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个大纲 细节要请格尔迪斯来分享 包括了他会用 让我们这些想发大财的人 可以看到这个真钱的蛋糕 这个待会格尔迪斯还要介绍 然后有超美的花 还有超大的爱心蛋糕 这几个东西 我都觉得送礼的人 跟收到这个蛋糕的人 一定都会超级有面子的 超喜欢 一定看到他 我就迫不及待 尤其是那个抽钱蛋糕 是有一次有一个朋友 他特别客定制给妈妈的 六十岁大寿 六十岁生日 然后我们就特别 我就那时候帮他设计一款 是八寸的 然后因为外头都是鲜奶油 然后里面的夹线 他是特别希望妈妈喜欢芋头 然后水果 我们就帮他夹进去 重点就是我们把那个机关 藏在鲜花底下 所以当他就是妈妈吹完蜡烛什么 就一切都要假装都没事了 因为那时候有个surprise 所以他就跟妈妈说 对了我们要吃蛋糕钱 你要先把那个花拿掉 拿起来这样 很make sense 所以妈妈一把花拿起来 就开始无限的抽钱 然后就 对对对就包了八千八在里头 发发发 对然后因为我们就会跟客人说 你可以换成一千的五百的或是一百的 所以他就会很长一串 然后妈妈真的是她有录影 就是笑得何不拢嘴 太快了 非常可爱这样 对啊很开心 为客人制造那种欢乐的效果 对对对对 那个会很久很久 蛋糕会吃完 可是那个欢乐会延续很久 对啊 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们也不只是 只是要那个机关的可爱和有趣嘛 我们内线也是精选台湾的大甲的芋头县 所以他们也觉得蛋糕是好吃的 然后惊喜感又够 就觉得开心 太棒 就像江湘老师刚刚说的 就是成就感很高 真的 因为客人他就会传那个影片给我啊 然后传照片给我就说 哇太感谢了 今天妈妈很开心 然后每个人问说 这谁做的这谁做的 对啊 俱乐堂 大惊喜搞不好遇到你的粉丝 对对 粉丝现在好像还好 对可以 因为可能有些粉丝 还没发现 对不知道可以这样 还没连结在一起 对啊 对就是那一位宛如 主播宛如 他现在有 大家可能还不敢相信 同一个人 因为人会有同一个名字 是是是 互贵这样子 而且还有那个超大的一个爱心 看起来我们的一个 钻石爱心模 很漂亮 那个也是 特别想说 可能有时候情人节啊 或者是情侣之间要送 或甚至有时候是送 长辈也行 就是一个大大的爱心 然后我们通常会把它设计成是生乳酪蛋糕口味 生乳酪 对 比如说莓果的啊 或者是有人可能比较喜欢 也许巧克力慕斯的也行 妈妈都很喜欢这种口味 对对 比较清爽一点 然后又不会 好像是那种蛋糕体 有人比较喜欢是棉 棉花一点的口感 棉棉的感觉 海棉蛋糕感觉 对啊 对 所以我们都会跟客人讨论好说 他送的对象 或像上次这个爱心 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 他要送给他另一个朋友生日蛋糕 那个朋友他正在哺乳 他就说 那有一些成分要毙掉 是 那他们就是生乳酪 OK 那我们就把它刻定成这样子 好 所以会依照客人定制的场合 然后送礼的对象和需求 跟他们讨论 超用心的 很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这样 哇真的 我觉得网络用心 让这些 本来就很难得见到的 特制的这种手作蛋糕 有了更多的变化之外 就像我刚刚一直讲说 哇我们录音前吃的东西 这可力录 我后来才发现 原来有这么多口味 对 其实它有不止一个 原味之外 巧克力抹茶 还有最新开发的是蜜香红茶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对甜点有一点了解 可力录它是一个牛奶成分很高的 对对对 所以我这次就发现 加了蜜香红茶之后 反而入口吃起来像是奶茶口味 奶茶口味 对啊 然后就很惊喜 尤其是像我们刚刚说第二种吃法 就是冰过冷冻过之后 它是外壳是酥的 然后吃下去之后就很像是奶茶 冰淇淋 冰淇淋了 冰淇淋的感觉 对啊 我觉得这真的太有趣了 很酷 乙军个人觉得说其实做甜点啊 除了是甜蜜的感觉 也是传递幸福的感觉 真的 尤其有克制化 乙军有看见 是不是Gladys有帮好朋友的婚礼 candy bar 做一些甜点 之前也是一个 我之前同事三立的主播 他结婚 那我们就是 其实也是一站式服务 因为他的花衣布置 也是找我们的花店布置 然后同时他就要做 一百个人的Candy Bar 那我们就帮他特别找了 最新的那种粉红巧克力 然后做成很多不同的甜点 然后有甜的有咸的 很感动 超级感动 尤其那种有婚礼的现场 你会感受到那满满的幸福感 如果你还帮助了他 参与有婚礼的一部分 就会觉得 其实是会特别感谢 他是同事朋友 然后也上一次变客户 就很感谢他们的信任 因为他完全就是说 我相信你的产品 然后我相信你做出来的 质感啊美感 都会是很棒的 他就直接给我们预算 然后就全全交给我们 对 所以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创造那种幸福感 对啊 十位一直很感动很久 同时也会成为 婚礼心里面一个 我觉得很幸福的回忆 我觉得会长长久久 对 因为其实说到 这都是我们 我也算是刚创业 所以刚创业的时候 很多那种心酸 或是要打拼奋斗 有这样子的支持 和心愿很重要 我就会觉得 被相信这样子 如果很多 我相信很多朋友 很喜欢宛如 很喜欢乖的 而也有无限支持 你的正能量 可是或许他们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频道 到底是多久啊 目前 我今年三月的时候正是 所以不到一年啊 大概半年啦 半年的时间 可是我怎么觉得 觉得很久了 而且重点是进步的好多 对 我第一次收到你的礼物 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那个奶油卷 而且里面是五花果 对对对 超有创意的 我觉得很特别 我吃了那么多奶油卷 是只有你第一个 大胆的把整颗五花果饭 加在里面 是你的吧 对 是我的 然后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那个水果卷 对 我自己是五花果的热爱 爱好者 然后一直到现在 你看刚刚讲的 各式各样的 从生日蛋糕 伴手礼 然后到经典的 对 经典的这个 费南雪啦 可力路啦 然后连婚礼 这样子的一个大场面 对 哇 你都可以hold得住耶 已经经历过了 对啊 也很感谢 现在才11月而已 很感谢partner和员工 一起帮忙 Carrie 真的不到一年耶 好厉害好厉害 也跟各位朋友分享 对 一天当三天用的 Gladys 喜欢她的朋友 可以来认识一下 而且现场也能坐着吃 可以 它不是一个 只能外带的地方 舒适的一个 很美好的 对 是一个小小的空间 我们坐也不算多 大概就是可以坐到 最多12个人 大概8个会比较舒适一点 多半是外带为主 但其实还是很开心 就是有这样子 各式各样不同的产品 然后员工啊 跟partner 大家都可以因为讨论 然后make it happen 这样子 对 然后它梦想成真的感觉 对啊 像我们还会在那个 Halloween的时候 跟一个很知名的车商合作 因为他们现在那种 名车的展示间 也会希望有一点过节的气氛 对 然后就会有那个 也是像Candy Bar 然后是Halloween的主题 就像这样子的客制服务 也可以 这是今年做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 就在10月底的时候 不过当然创业为奸啊 一定是有很辛苦的人生故事 我们下个段落 准备要来跟Gladys 好好的聊一聊 这个部分好不好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Hashtag台北 最正点 我是宜君 我是CC Foodie 加昌 我是宛如 在那之前要送给大家的歌企 来自电影Cinderella的原生袋 这首歌叫做 A Dream is a Wish Your Heart Makes 祝福大家都可以美梦成真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营养师 请问高龄化社会来临 该怎么吃才能预防湿剂 延缓大脑老化呢 建议长者健康饮食 多吃全骨类 蔬果 鱼类 豆类 及适量坚果 少吃红肉跟甜食 泡调料理要用好油 如苦茶油 橄榄油 还有要多喝水跟运动哦 是的 多元的食物种类 多运动 都可以让大脑维持年轻与活力哦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继联合医院营养部 关心您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我的心也碎 我的事也不能做 我是林俊逸 台北的好声音 尽在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反正成一顿 我就只能去窗户 活在台北的样子 呼吸快乐的空气 听见台北的声音 是FF93.1 台北广播电台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义君 嗨 我是CCF的家昌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Hashtag台北 最正点 今天每位无极限邀请到的是 俱乐堂甜铺的创办人 李婉如 嗨 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美女主播 大众心目中的女神 现在跨界到了甜品 现在是经营的非常的精彩 不过大家还是会很好奇 就是说怎么样从主播台 转换到了甜品的世界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就是起心动念 对啊 当时就是我跟我们的花店老板 讨论了 觉得说我们可以做一个 花店甜点店的复合式空间 那刚好因为 其实我在我的那个职业上 我也有一些反思 很希望可以再继续 其实也跟我甜点 这个餐业也很相关 可以继续再深更 Full Media这个领域 所以我就希望说 我可以暂时先离开电视台 但基本上我还是自己 有我的那个YouTube channel 还有跟其他的播出平台合作 然后我要拍一系列 米其林星级主厨 走产地的系列节目 那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可以是自己的公司 自己弹性来分配时间 会好一点 那当然再加上我就知道说 如果我们要经营一个品牌 经营一个店面 我几乎是必须要 百分百时间投入的 才会真的有机会成功嘛 所以如果有一份在电视台的工作 恐怕会占用到的时间 或比较难分配 那就想说好 就是一股作气 勇敢地做了这个决定 毅然决然 就直接转换耶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 应该会觉得 哇怎么会这样子 没有想到 很多人问我说 你这样子是不是 机会成本很高啊 然后放弃了一个 人人称献的工作啦 但其实我觉得 生命会找到出口 然后你有一个 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实比好像就是默默地在一个工作岗位 但是总是会羡慕 或说在往后也许会后悔 你没做过这个尝试好 所以我想说好吧 那就这个时间来做这个决定 勇敢的尝试 真的 很厉害耶 在努力中 全力支持啊 对 追梦者的一种概念 对啊 就是其实觉得 像刚才上一段 赵桑老师说的 好像已经觉得很久了 但其实今年三月才开始 到现在大概就是半年的时间 可是已经有这么丰富的经验了 然后很多朋友很喜欢 我相信也是 有非常多的朋友 已经心目中默默地把你 就是这一个甜品方向的 那个努力啊 放在心里很久 然后把你当成一个暖暖的女神 就是用心的 那时候就想说 如果我要访问这么多 餐饮业内的这个前辈啊 或甚至一些chef 一些主厨什么的 其实我自己有经营一个餐饮品牌 我会比较了解各种滋味 更了解说这个产业 到底遇上的一些困难 高低起伏有在哪里 包含可能接触更多食材厂商啊 然后我自己也还有持续在 就是餐饮产业这一块在采访 然后由我自己的文章录出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 相辅相成的工作 就干脆自己跳进去 然后你就会很了解这起座 对啊 然后甚至就创造了一些新的机会嘛 因为毕竟我之前 六七年在电视台媒体的经验 所以现在会有一些品牌 也会希望做媒体顾问 甚至是影音当道 所以如果我可以协助他们 团队一些影音内容 也反而是我另外一个工作 另外一个收入 所以等于现在是 多了一条slash 超斜杠 多了甜品师的封号 然后创办人的封号以外 还是持续在做主持播报的 一件事情 对还是有持续 所以其实很多人说转行 我就说是转行 也没有转行 反倒是转得更专精吧 就是在Full Media这一块 多了一些 就是美食的平台 美食的自媒体的方向 有一些新的角色 我真心的邀请我们在线上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务必亲自到居乐堂一趟 有鲜花 有甜点 而且有美女 大家一定要赶快 真的 因为其实他就离建国花 是非常的近 在仁爱路 空间不大 我之前好像有听说 你们有跟其他的咖啡品牌 或是在别的地方 也吃得到您的作品 对对对 在通安街那边有一家 那个咖啡厅 它是跟我们co brand 就是我们是联名 那我们每周都会提供甜点 在那边 对我相信这种B2B的合作 也会是未来您很大的发展空间 因为真的所有的美食到最后 除了外形 那除了造型 最重要的还是吃进去 那一瞬间的感动 我光看你准备的那些食材 那什么三温糖 各种有机的水果 对我们的鸡蛋 其实刚才一直没有被提到 那个鸡蛋是我们特别找 花莲青昌牧场的 哇那个成本很高 很高啊 这边可以说吗 它卖我一颗 它的零售价 我们说零售就好 一颗25 那一般 一般那种白色的蛋 就只要两三块 你看差了十倍 差了十倍 对所以 就是这个成本电高 我觉得是值得的 因为说真的 虽然烘焙就是一个 小本生意啦 是 但是真的像加藤老师说的 吃的每一口 你都是会有感觉的 很清楚 很重视它的那个 食材的用料 对是我们还蛮坚持的事情 友宜君有看到 之前啊 在宛如的相关报道里面 有一些消费者权益报道的内容 对啊 这一直很重视食安 对啊因为自己是记者 在采访的时候 我们最常被讨论的话题 就是食安议题嘛 对 那我觉得都已经 呃 作为那个 不断呼吁大众要重视 在意自己食物健康的主播 当我自己创品牌的时候 怎么可能还妥协这件事情 哇 自己内心都会过不去嘛 就觉得 这次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食材 对 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暖暖的 这一条路上面 走到现在 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暖暖的 或者是觉得很辛苦 很开心 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像我们刚才有聊到那个回头课吧 就是有一个五星饭店 真的是超高级东华北路上的五星饭店 的财务主管 然后他是有一次偶然 因为他们的公安顾门跟我订了蛋糕 然后他只是当时分到了一小块 结果呢 他吃完之后立刻跟我又订了五个 他自己的生日蛋糕 然后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因为 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跟你说 是我朋友要帮我庆生 可是我就告诉他们说 子民 不要再买其他家 我来 我来 来你们来吃 对对对 然后就那一个月 他是狮子座的 那一个月我就是帮他 做了五款都不一样的 因为他是不同的场合 我就想说 也不要全部都吃一样的 这样 然后结果他其中三个还说 没关系 我就是想要吃你那个巧克力芋头 就很怕他吃腻 就他说没关系 那个真的太好吃了 太喜欢了 对啊 就是像刚刚说的 创业路上有人这样支持 是很感动的 会很满满的感动 但是像回头客 除了刚刚说巧克力芋头那一款 呼声很刚刚 还有没有其他款 是在家呼声的高音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聊的可力路啊 我们店内的招牌 招牌一点点 好带 又很方便吃 对对 而且我发现好多人 其实他们会一直想要找 好吃的可力路 然后都一直在寻找的路上 一直比较 对 然后最后就停在居肉堂 希望希望 下一阶段的目标 对啊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 也可以在上网去搜寻一下 Gladys有没有什么粉专资讯 对我们的粉专就是 居乐堂甜铺 就是安居乐业 那个居乐那两个字 然后堂是堂口的堂 甜品的甜 甜品的甜 然后小铺 金字堂的铺 对对 所以就是可以找到我们的IG 或者是Fanpage都可以 可以帮他们按一个赞 分享打卡 然后还有Gladys是自己的粉丝团 对 还不要忘了我的本页 新闻主播李婉如 Gladys Lee 对 也可以帮我按个赞 是啊 支持一下 是的 对 会有更多美食相关的报道 也都在上头 对 相信有很多朋友 已经开始很期待了 或是已经开始排队了 希望也 这个年底的业绩 就冲这一波 因为真的 我觉得现在 就要大家赶快 去吃完之后 你就知道 为什么CC Foodie在这里 请大家 吃过就知道真章了 对 有加上歌的加持 还有宇君的喜爱 谢谢 祝福大家都可以一个甜甜的午后啦 谢谢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Hashtag台北 最正典 美味无极限 我是EG 我是CC Foodie加昌 我是橘德堂田铺超卖人 李婉如 最后首歌赠给大家 来自汪苏龙和Bi2 演唱的这首好听的歌曲 叫做 有点甜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